快餐店業者為獨居長輩準備的餐點 主菜配菜搭配 讓人看得食慾大開 為了讓獨居長輩用餐 業者主動詢問送餐志工長輩的回應 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 你們都退和他的意思 就是說好 要量少我們就少就對了 就是或是說飯軟一點 或是東西煮軟一點 我們都說好好這樣子 哇 你們還可以做到細節上的配合 對對對 我們會問他 我們會問他說 這個便當他吃的習不習慣 好不好 感覺怎麼樣 他就跟我們講 那我們就好 我們就盡量改善這樣子 有好心的店家免費提供餐點 送餐的工作就交給穿著紅色背心的 華山基金會板橋愛心電視站的送餐志工 星期一到五大約十一點多 就會來到便當店 準備為老人家送餐 和快餐店業者一樣為孤苦老人 盡一份心力 那些阿嬤 他每次就是看到我的時候 像我遠遠衝的時候 他們說騎著騎著騎著 他就會就這樣 然後有時候就時間還沒到的時候 他們就會在巷石口等你 然後看到我就說 我看著你很開心 騎著摩托車到處送餐 把餐點送到長輩手上 還會仔細叮嚀好好用餐 注意身體 對業者或是送餐志工來說 這是一份不求回報的置業服務 用實際行動關懷獨居長輩們 中家新聞林立如李家豪板橋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